这一款来自日本的奶油白酱块在台湾相当知名,其采用北海道出产的优质鲜奶制成,味道十分醇厚。 一盒当中由两小盒且设计成块状,非常方便控制用量,只要将料理快放入锅中加热,无需,特别调味便能慢慢融化成美味的白酱。 如果想要品尝起来更加柔和,也可自行添加鲜奶以满足喜好。 偏浓郁的口感,非常适合用来制作炖菜、炖饭之类的料理。 正餐,只要准备上一锅,想必大人和小孩都会忍不住吃上好几碗。 本款也有推出玉米风味的白酱块,想尝鲜的话,不妨一并入手吧。 如果您是起司料理爱好者,那么想必不能错过这一款添加四种起司的白酱。 配方中添加了罗曼诺、利可达、艾斯阿格、巧达四种起司,并且佐以黑胡椒。 大蒜等香辛料调味,能道地地呈现出意大利托斯卡尼的乡村风味,加倍浓郁的口感吃起来十分够味,令人难以忘怀。 浓稠的质地不仅可以直接下锅烹调料理,也可以当成吐司抹酱,最适合喜欢一酱多用的家庭,CP值非常高。 品牌另有推出原味白酱,蘑菇白酱可供选择,相信不难从中找到喜欢的口味。 奶油培根意大利面是许多西式餐厅的必备菜单,咸香的培根与华顺的奶油堪称绝配,总是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。 而只要拥有这一罐,便能轻松在家里调配出如出一折的绝佳风味。 培根在经典白酱之中特别加入培根碎末,培根本身的咸度能够带动白酱的香气,尤其经过烹煮,烘烤后更能挑动味蕾,十分推荐用于制菊烤料理。 而另外一个好吃的关键在于配方中添加了帕马森甘烙,罗马诺甘烙,切达甘烙,能与奶油,鲜奶油完美融合,口感浓郁而丰厚,彻底满足挑剔的嘴。 Canyon 在日本广受妈妈们的喜爱,旗下的儿童咖喱和奶油白酱都相当受到孩子们的欢迎,更是帮助孩子轻松摄取蔬菜营养的最佳好帮手。 白酱快的成分十分单纯,主要是牛奶与蔬菜,不含防腐剂与化学添加物,只要一岁以上的幼儿都可以安心食用。 当觉得孩子胃口不佳或抗拒吃蔬菜时,不妨就利用其做成一道香味四溢的奶油炖饭,看着孩子一口接着一口的满足模样,相信妈妈们一定会非常有成就感。 宝宝到了四个月大之后,就可以开始吃副食品,许多爸妈都会考虑购买蔬果泥来喂食,让宝宝存中获得更多营养。 然而要应付挑嘴的宝宝,但儿五味的副食品未必吸引得了他们,此时不妨尝试看看这一款由日系品牌QP所经新年发出富含多元营养素的白酱口味副食品。 打开包装便能闻到浓郁的奶香味,其中添加了鱼、红萝卜、洋葱等食材一并打成一入口,好消化的泥状,且不额外添加色素、防腐剂、人工香料等化学物质,让宝宝吃得安心。 San Remo为澳洲最大的意大利面制造商,更经新年发出一系列用于意大面中的红酱、白酱商品。 其推出的这一款奶油白酱,有别于一般,仅靠酱料和色素调和而成的廉价罐头,选用澳洲当地顶级的奶油,与干烙制造而成。 用料非常实在,用来制作炖饭、意大利面、菊、烤料理都很对味。配方中还添加了洋葱末,利用洋葱的天然甜味来帮白酱提味,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,同时能省去洋葱爆香提味的潜质手续,堪称料理零失败的不二之选。 这款来自韩国的幼儿用白酱,在妈妈界之间相当流行。 基本上建议15个月龄以上的幼儿使用,酱料重添加了帕马森起司,不仅能增添香气与滑顺口感,更能给孩子带来不可或缺的钙质补充。 整体口味温润清淡,符合成长中孩子的低纳需求。 最贴心的是,这款白酱只要丝开包装加热,无需其他调理手续,对于忙碌的爸妈而言非常方便。 唯独价格换算下来并不算太亲民,若打算经常用于孩子正餐中,恐怕会占用不少买菜钱。 在台超过30年历史的逸林,称其味调味料的专家一点也不味过。 旗下所推出的商品种类相当繁多,其中最受家庭喜爱的莫过于简单方便的各式调理酱包。 而为了满足大家庭或艳客时的大份量料理需求,也顺势推出大容量包装。 本次要推荐的,就是这一款高人气的奶油白酱。 其白酱十分浓郁且接受度高,由于,本身已经有调味,只需简单加热或以高汤加一调和,便能轻松端出如同餐厅等级的美味料理。 不过带装开封后若未用完较难保存,建议评估用量后再行选购。 想找一款便宜又好吃的白酱调理包吗? 这款商品来自台湾的调理包大厂,不到100元的价格,就能够入三人份的酱料,轻松解决小家庭的一餐,可说是相当经济实惠。 只要准备好煮好的意大利面条,再将调味包以微波或隔水加热,蒸煮等方式加热,完全,最后直接淋在成盘的面条上即可。 酱料本身以花枝条与隔离来做提味,可说是充满浓郁的海味,但也因为如此,白酱的奶油与起司风味就显得没有那么醇厚,恐怕较难满足对白酱风味十分讲究的饕客们。 偶尔下厨 想要来点简单又不复杂的意识风味料理,最适合参考有马,而是香料铺所推出的单包装白酱Max粉。 粉末状的白酱无论撒、沾、炒、拌、烤、烟都相当入味,且一包10克的小份量包装,既不占空间也不用担心容易放到过期,对于,不常开火的小家庭或单身族宽称便利首选。 值得注意的是,由于配方中有加入红椒粉、迷迭香等新香料调味,较难自行调整风味,若担心味道会吃不习惯,建议可先行小量购买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